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六月维修工 今天来到环球山岗小区 也是我们这个县城里边的 上去准备维修太阳灯 现在目前这里是这一个楼坊是两台 准备上路 这个右翼客户已经告诉我用多大的玻璃罐 他知道已经坏了在那边看到了 他握住直接带上来的玻璃罐 准备先给他更换 这一个是 踩的时候已经发现那个里边的玻璃罐 那个垫子已经不行了 直接给他还掉 这样 才行 清了清里边的水修 在一个转弯之前一定要给锅先降一下这门 降完门之后啊 安老的时候还是用咱的捞办法 先用锅插进去 让水满一会 再扒出来 扒出来之后 让里边的水 因为水的杂质特别多啊 让它溜出来 这样再玩以后也就说垫子和针锋关之间啊 不要有 那个扎植 要不掺上了缝隙啊 还是漏水 你换了新垫子也不关事 大家应该注意这一点 要关于自己学着修还是等着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这一台上 等着上了水的时间呢 我都准备修下一台 这一个就一会儿过来看看漏不漏水就可以了 这个现在是不漏水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这是小的第三台太阳灯 这一个是换的灯儿的汇水管 这一个客户下的太阳灯呢是由于他上漫水啊假的不知道只是在漏零和六岁 他童啊赏水管忙的都不漏水 我给他卸开汇水管帐这个锯条撒里边的水就在说 特别在说 烫瘦 本天我有带着爽成收套呢 这个水流的收套啊 烫的时候给不认 很严重了 已经烫了我受不了了 用这些烫头 用举条鞠 跟 拒了几下的 给他赖上 这个内山 内山筒 必须要用内山筒 千万别用碗头 这个地方 因为它的赏水以后还需要排气呢 这一个是换了个蒸根 数量罐 也说从那个 赏水空那个地方那个眼筒羊这个地方 直接换到这个 他的这一里 用了救命关的 在这里由于天越来越热 我也告诉大家一下 因为那个弄太阳弄的时候 总共突然别上水 也就是说自射阳光下 太阳晒的时候多的时间 真空罐大部分时间 都里边的温度达到了 温度很高 特别都一百多多 它在你上量水中一宝罐 和刚才我换的那个罐是一样的 哪一个都是上水宝罐 在一个修这个东西的时候 一定可别烫着 我今天都犯了个最大的错误 都躺了我不行了一下子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还有咱这个把汇水上 这些价接完一定要跟客户联系 让客户汇水看着有大不了 如果不大的话 一定还是找问题 或者是有毒的地方 这一块必须要注意 接完这些官也就没什么事了 让客户试一下 所以说没什么问题 我们都开始下路了 今天的视频都拍到这里 喜欢大家的收看